人們怎麼會...人們... 摸啊! 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 今天想看部好影集嗎? 這次要介紹的,這集將在Netflix上播出第二季的 《古裝喪屍》影集《理師朝鮮》 以僵尸末日為題材的影視作品,族繁不及備載 因此如果沒有一些特色的話 很容易就會消失在一片紅海當中被觀眾遺忘 但是《理師朝鮮》同時結合了《宮鬥》、《喪屍》 以及《歷史》三大影視賣點 成功地結合出一部大受觀眾歡迎的神劇 不只如此,這部影集裡面的僵尸除了凶狠之外 形成的方式也被描繪成像是病毒般會變異並且大量傳染 因此不管是劇中人們面對疾病時的恐慌 或是政府處理擴散的做法,也很巧合地搭上時事 意外讓正在對抗疫情的觀眾 更能夠投射劇中角色們的心路歷程 雖然第一季只有短短的六集 但是在編劇金銀姬、缺密又極富巧思的編排 以及金城勳強大的導演功力之下 《理師朝鮮》不只交代了幾條主要劇情線的發展 更埋下了無數的伏筆 讓我們幾乎是從剛看完第六集的那一刻 就開始期待第二季了 今天的節目我們會先介紹《理師朝鮮》的無雷劇情大綱 接著會解析三條主要劇情線 也就是《宮鬥》、《喪屍》與《歷史》 這部影集可以討論的東西很多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深度解析的話 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想要看到哪一方面的內容喔! 在繼續看下去之前 請先打開字幕訂閱我們的頻道並且按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新影片上線時的通知囉! 《理師朝鮮》的故事發生在16世紀末的朝鮮王朝 在位的王染上二集之後便隱身在深宮之中 除了同時身為國長以及領相的海源趙氏家主趙學柱 以及女兒王妃之外 所有的人都被禁止探望 世子李蒼擔心父王的安危卻又不得其門而入 便決定要為福出行 前往東來去找曾經被趙來治療王的衣官李承熙 趙學柱為了要讓女兒的兒子繼承王位 正機替李蒼冠上謀逆的罪名並且派人追捕 當李蒼到達東來時 卻發現李承熙所在的醫所石立軒 曾經被一群染上了不明疾病的民眾給攻佔 這些人白天時看似已經死亡 但卻會在夜晚來到時蘇醒成為了極其凶狠的喪屍 到處攻擊還活著的人 凡是被咬傷的人都會在瞬間被感染變成喪屍 再加上沒有治療的方法 讓疫情以極快的速度擴散 李蒼在護衛五嬰、池綠仙的醫女徐飛 以及身手了得但背景不明的永信的協助之下 是否有辦法逃過喪屍的攻擊、趙學柱的暗算 並且找出這一切背後的真相 拯救即將淪陷的朝鮮王朝呢? 而編劇的厲害之處在於 每一條劇情線單獨來看就已經非常引人入勝 但是三條線同時又縱橫交錯 編織出一個讓觀眾一看就會深陷的王 並且隨著劇中角色不斷試圖釋清真相 卻會被驚人的內幕給推入深淵 而編劇的厲害之處在於 李氏朝鮮的攻鬥戲碼相當精彩 在許多方面完全不輸給全劇的招牌喪屍 我們稍微歸納了一下在第一季中出現的幾個環環相扣的爭鬥 海原趙氏對世子李蒼與王位的爭鬥 世子李蒼的謀反 不同勢力大臣們之間的爭鬥 趙學柱與李蒼的私人恩怨 王妃對父親的篡計 王妃對父親的篡計 李蒼自幽喪母 在宮中並沒有娘家的權勢可以依靠 加上母親並非王妃 使得述處的她從小就在被廢的聲浪中長大 好在有大臣安炫從旁輔佐,讓李蒼得以平安長大 但以領相趙學柱為首的海原趙氏野心勃勃 更在女兒成為王妃並且懷孕之後變本加厲 迫使李蒼暗地裡求助於儒生們以自保 甚至還參與了謀反 在漢陽城中散播王已經嫁破的訊息 某日,王因為身染惡疾不治身亡 趙學柱一方面封鎖消息,一面找來了衣冠李承熙 利用了一種神秘的生死草,試圖延續王的生命 直到女兒生下兒子並且繼承王位 在得知李蒼逃到宮外又掌握了他串聯儒生的謀逆證據之後 趙學柱對內收拾了一直以來視他為眼中釘的儒生 對外則派出以他的長子為首的精銳,傾拿李蒼 但沒想到因為喪屍的攻擊,長子慘遭李蒼殺害 讓趙學柱歷勢要不擇手段的報仇 另一方面,大富便媒的王妃私底下找來了許多無家可歸的懷孕婦女 並且提供他們豐富的飲食 後來我們發現原來王妃的懷孕其實是假裝的 而她正計劃要搶走其他女人的孩子,冒稱成為王子 雖然劇中沒有說明,可是我們從王妃和趙學柱的對話中感覺到 似乎趙學柱並不知道女兒是假懷孕 而是王妃為了穩住地位甚至連爸爸都打算隱瞞 另外李詩朝鮮的宮鬥格外的驚惊動魄 主要的原因絕對是演員的功勞 飾演趙學柱的,是大多飾演喜劇角色的柳生龍 她在這部戲裡把這個角色塵輔即身的特色詮釋得入目三分 讓你光是看到她的眼神就會不寒而栗 更別提她會對那些政敵以及殺死仇人做出哪些令人膽寒的事了 而飾演世子李蒼的,是因為與神同心系列電影再度翻紅的朱志勳 她將世子這個角色的種種面向詮釋得很好 不管是因為擔心自身安危,又無法忍受名不聊生 在無奈之下決定參與謀反 還是看到無助人民時,察覺到身為世子的責任而選擇挺身而出的勇敢 都讓人看到這個角色的深度 《喪屍無疑》是整個劇裡最吸引人的元素了 《喪屍無疑》是整個劇裡最吸引人的元素了 《禮詩朝鮮》裡的喪屍跟好萊塢經典《末日之戰》裡的有幾個異曲同工之廟 分別是 喪屍活動力極強 以病毒的方式傳播 靈靠病人有被找出 有弱點 一般來說,戲劇裡的喪屍分成兩種 一種是像《殷屍錄》裡那種 《行屍走肉》,晃呀晃地慢慢走 另一種則是《禮詩朝鮮》或《末日之戰》裡的那種 不只會以極快的速度奔跑 甚至還會利用數量優勢堆疊成山 相較之下,後者不僅大大增加了《喪屍》的壓迫感 劇中角色們所陷入的危機往往也更為兇險 不過如果全劇只有《喪屍》的兇肯的話 那麼《禮詩朝鮮》只能算是B級的作品 我們覺得《禮詩朝鮮》裡的《喪屍》之所以亮眼 更是因為它在許多地方都很合理 首先是喪屍形成的過程很合理 如同影片開頭裡提到的 朝鮮的王因為染上了某種惡極死亡 而趙學柱為了自身的利益 使用了神秘的生死草,讓王死而復生成為了活屍 當然生死草是編劇杜撰的物品 但是大自然裡生物遭受感染導致肉體不受控制卻是實有所聞 王的屍體很有可能受到了生死草中的某種物質給影響 讓他的肉體恢復行動力 但是實質上王已經死亡了 因此也不會有意識能夠控制自己 但是本能地卻會想要攻擊活著的人或動物 並且吃下他們的肉 某一天在替王治療時 李承熙身邊的助手丹兒 慘遭王的攻擊身受重傷 再還沒能回到東來就死在路上 李承熙一來想將丹兒帶回家好好安葬 二來想要研究他身上的病毒 便將丹兒運回了池綠軒 沒想到池綠軒的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之下 吃下了丹兒的屍體之後 竟然口吐白磨死亡 但恐怖的是到了當天晚上 所有死掉的人都跟王一樣變成了活屍 開始攻擊其他活著的人 而幸存者們發現 這些活屍一到了白天就會爭先恐後地躲到太陽照不到的地方 又變回了像屍體一樣 直到晚上才又再次蘇醒 李氏朝鮮的高明之處 在於他連喪屍的這個弱點都埋下了伏筆 一直以來觀眾跟角色們都以為喪屍害怕陽光 但沒想到真正影響他們活動力的 卻在科學上更為可信的溫度 喪屍不耐高溫 因此才會在白天溫度較高時躲起來 而第一季最後的高潮 就是當主角們撐到了白天 以為度過危險時 突然大群的喪屍在光天化日之下衝了出來 讓所有人都不知道要怎麼面對這一群 因為進入冬天而不再害怕白天的喪屍 不過要是你以為李氏朝鮮只有這樣的話那就錯了 因為他的喪屍還具備了第五種特性 那就是 聰明的你應該已經發現 池綠仙的喪屍跟0號病人王的特徵不太一樣 被王攻擊的人除非命中要害 否則會像丹兒一樣不會立刻死亡 死亡之後也不會變成活屍 但是後來被池綠仙喪屍咬到的人 就會立馬死去並且變為喪屍 而這也是編導巧妙的安排之一 並且在許多地方都留下了線索 當時的朝鮮因為王與大臣的無能導致臨不了身 許多窮困的人民都沒有糧食可以吃 朱綠仙作為醫管雖然資源缺乏卻依然盡力協助人民 受了許多困固的人在院治療 其中包括了來自上州的永信 而永信也是那一個不忍心人民哀餓 主動把蛋額的屍體揚裝成動物 煮成了湯讓眾人吃下的人 這個永信來自上州一個小村莊 裡面的許多村民都是因為患了麻風病而被隔離 身手了得的永信本身雖然沒有症狀 但應該是麻風病代源者 永信剛開始的戲份不多 只是一個愛抱怨的年輕人 時常講到他不認同的話題時 便會往地上吐口水表達不滿 而吐口水這個小動作卻是非常的關鍵 我們猜想丹兒身上帶有王傳給他的原始病毒 再結合了永信身上的麻風感菌 進而產生了異變 後來成為了極具傳染力的新的病原體 《李氏朝鮮》的第三大劇情線就是《歷史》 當然,這畢竟是一個虛構的故事 因此許多的人物與事件只是參考了歷史 例如世子李蒼的原型應該就是朝鮮歷史上有名的光海軍 但我們覺得編導還是非常厲害 透過結合了史詩與虛構,打造出一個如此迷人的故事 首先,影集裡曾經提到 故事開始的三年前,朝鮮曾經遭遇到日本的攻擊 如果以此推論 這應該是影射發生在1592年的《仁城之亂》 也就是封城秀集當選時日本侵略朝鮮的一場戰役 在歷史上,這場戰役千年甚廣 但在劇中卻被濃縮成一場壯烈的雲浦沼澤之戰 安炫大監率領了500士兵,打退了來襲的三萬日軍 並在第五集中出現了一塊紀念碑,記錄了這場戰事 這段的劇情其實埋藏了非常多的伏筆 首先,安炫大監在出手營救李蒼時 他的手下各個訓練有素並配備精良 每個人都知道並且熟練與攻擊喪失的弱點 也就是頭部或是放火 彷彿是曾經面對過類似的情況 接著我們回想起 少學柱在一開始的時候曾經跟醫官李承熙提起過 只要像三年前那樣做就可以了 將這兩者放在一起,我們不免猜想 三年前發生的那件事 是否指的就是朝鮮方使用了生死草 打造出一支500人的喪屍部隊 才有可能在實力這麼懸殊的情況下獲勝 而如果結合了上一段提到的變異特質 當時的喪屍部隊身上 帶有的應該只是原本生死草上的病毒 因此被咬傷的人並不會變成喪屍 所以三年前並沒有造成後續的疫情 而是由安炫大監率領的精英部隊一一消滅 如果我們這個推理是正確的話 那麼在第一季的最後 猶如英雄般出現的安炫大監 很有可能才是這一切的源頭 同時也是趙學柱在第二季預告中所說的 真正罪該外死的人啊!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 你是不是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第二季了呢? 如同我們所說的 這部影集有太多內容可以討論的 但按於時間 我們今天先分享三條主要劇情線的解析 如果你還想看到更多理事朝鮮的解析的話 記得要在留言裡告訴我們喔!